就在昨日,台湾著名男演员李薇微博发文,第11年,你依然在守护着大家,天使生日快乐。 相信李薇是绝大多数90后网友的青春记忆,那些经典偶像剧兔斯男之吻,放羊的星星,逗牛,要不要都有着李薇的身影? 至于他的感情故事,大伙儿就有点陌生了。 原来这是李薇对40多年前女友徐伟伦的追念。 这也是徐伟伦离开的第11年,从李薇注册微博开始,每一年他都会以这样的方式给徐伟伦庆生。 图片中李薇还把其间发男子给打了马赛克,不过一旁素颜的徐伟伦清秀笑容甜美的样子, 让人看了很是喜欢,只可惜美人去到了另一个地方笑容以待了。 2017年李薇也放上了一张徐伟伦的生前照,天使十年。 2016年李薇还特地找回了曾经的点点滴滴,九宫阁不仅仅放的是照片,还是对他的爱意。 或许屏幕前的李薇早已哭成泪人,作为徐伟伦的最后一任男友,他比谁都难受。 徐伟伦离开之后,李薇还把他的家人视为自己的亲人,希望在天之灵的徐伟伦保守着在世的老年假。 从李薇这些简单的话语当中,得知徐伟伦在他眼里是无人能及的,最善良最可爱最美丽。 徐伟伦的一生可算是活得无忧无虑。 他含着金钥匙出声,打从学会奏录起就被母亲送去学习钢琴小提琴竖琴,多才多艺的他还常常被受邀约去参加国际比赛。 徐母亲望女成凤,不管是说话还是平时的言行举止都严格管教着徐伟伦,同龄人周末在家睡懒觉,而徐伟伦早就前往补习班的路上。 正因为小时候默定了基础,刚进入娱乐圈的徐伟伦就捏到了一手好牌。 第一部作品就是与周渔民严成旭出演了《流星花园》,里面那个长相出众的阿湘。 第二部《18岁的约定》徐伟伦就轻松拿下了台湾的金钟奖最佳女配角奖。 那些偷偷爱上你,壮求小子,恶男宅即便,想非都获得了观众们极大的肯定。 以徐伟伦的演技还有他的小家碧玉形象,要继续发展下去的话,抬举一截头衔肯定离他不远。 可到了2007年1月28日,徐伟伦乘车开往山下下拖的道路时,因为山体打滑造成了重大车祸事故,被送到了医院抢救了两天,他还是不是身亡了?年仅28岁。 这个新闻在当时蔓延了大半年的时间,对于徐伟伦人人都是可惜的。 除了李威之外,徐伟伦生前公开的男友还有着宰宰周渔民。 周渔民一开始得知前女友徐伟伦车祸身亡后,他在拍着戏就立刻含着眼泪罢工,好难过不知道该怎么办。 尽管当时周渔民已经与徐伟伦分手将近一个年头,回忆起点点滴滴他还是非常不舍的,毕竟谈恋爱的时候徐伟伦可是他的心头爱。 经过那件事,周渔民剪掉了招牌长发,戏也不接活动也不现身,只窝在家中抱手如柴,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周渔民才恢复正常。 最暖心的莫过于今天提到了李威了,十一年里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徐伟伦,似乎那段美好就在昨天。 记得徐伟伦撒娇起来的甜美,记得徐伟伦拍戏的认真,记得徐伟伦对他的无微不至关怀。 徐伟伦离开后,李威还时常以儿子的身份去照顾徐伟伦的父母,但这一切他都只是默默的,从来不张扬炫耀。 词詐词